黑人干活 白人监工 黑人突然累倒 同伴只是拉着他去喝水 虽然队长没有阻拦 但领班的却是一个重度种族歧视者 只见他策马而来 然后 这是迎世以来为数不多 包含西部元素的复仇美剧 故事在美国内战之后 此时正有一个酷似乞丐的退伍老兵 因为战场上杀了太多的人 打算去教堂忏悔 可他却没想到 仇家化身成了牧师坐在他的对面 再从他口中套出杀害妻子的其他仇人 推开阁窗送了他一程 卡伦乘上前往西部的火车 打算寻找下一个仇人 这里是美国西部的爱荷华州 内战之后一些资本家打算捞上最后一桶金 修建一条贯穿美国的铁路 杜兰特贿赂了铁路司长 拿下了铁路的建设权 但要想得到政府的建设补贴 必须在一周内完成十公里的初期建设 卡伦来到这里打算认上的一官半职 顺便找到下一个凶手 领班约翰逊接待了他 可卡伦因为当兵出身 根本没有铁路建设经验 约翰逊本不想录用他 直到看见他腰间的伍德左轮手枪又改变了主意 约翰逊也是军人出身 右手就是被伍德左轮手枪打掉的 也许因为同事军人惺惺相惜 安排他做了管工的队长 放眼望去 无数个黑人充当了铁路建设的奴隶 这样辛苦工作一个月下来勉强能填饱肚子 而且还要经常招受白人的冷眼 黑人敢怒不敢言 但卡伦不同 在他的思维里没有种族歧视 这天一个黑人因为过度劳作体力不支 可还没到喝水的时间 接着就发生了影片开头的一幕 黑人被打成重伤 卡伦来到营帐看望伤者 遗憾的是那个黑人已经死了 伊恩正磨着尖刀打算复仇 卡伦劝他不要这么做 要不然就会被白人绞死 可伊恩早已对这个世界不抱有希望 报纸上明明已经刊登解放黑奴的宣言 象征着黑人不再是奴隶 可白人的种族歧视已经根深蒂固 唯有奋起反抗才能争得自由 走出营帐 卡伦与约翰逊喝酒时 聊起黑奴也聊起了过往 此时约翰逊已经喝多了 从对方的言语中得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他就是杀害妻子的仇人之一 卡伦立刻警觉起来 可万万没想到 约翰逊早就猜到卡伦的身份 正有一把枪对准了卡伦 原来教堂伍德左轮手枪杀人事件 早就传得沸沸扬扬 当第一眼看见卡伦的伍德手枪 就已经猜到 卡伦就是那个凶手 但对于杀他的妻子约翰逊 没有丝毫的回忆 直到这时卡伦才知道 还有一个凶手 可就在这时 伊恩突然出现在约翰逊的身后 朝着他的脖子给了一刀 没几秒钟的时间 约翰逊就失去了生机 第二天 营币突然招到一群印币安人的袭击 这个身价千亿的铁路公司老板 突然预感到大事不妙 设计师竟然将铁路设计成了直线 我认为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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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我们不让它直线 听到设计师这么说 杜兰特利玛心声不悦 让设计师靠近点 然后 让设计师靠近点 让我显示 如果您还没听过 看到这里你有没有发现 不懂老板心思的员工 少不了一顿毒打 甚至是被炒了鱿鱼 这就是美国内战后的现状 无数的资本家为了捞上最后一桶金 不惜重金贿赂政府要员 拿到项目就开始毫无底线外套政府资金 可杜兰特也没有想到 擅自修改铁路建设线路 招来了当地印第安人的不满 此时一名勘察工人正打算吁吁 殊不知危险就在眼前 裤带还没打开就被射穿了肚子 等勘察队长罗伯特打开营帐 发现大批的印第安人攻击了营币 白人抢夺他们的土地 他们就割去白人的脑皮 罗伯特看事情不妙 带好勘测的地图 拉上妻子丽莎就往树林里跑 可还是被其中一个印第安人发现 每跑多远两人就累得气蠢吁吁 躲在一个大树下休息 却不想印第安人从背后杀出 一棍子将罗伯特打晕 接着拿出弩箭 丽莎不停地求饶 可他越求饶印第安人就越兴奋 没有一句废话射穿了丽莎的手掌 痛得丽莎大叫了一声 当印第安人想再补一箭的时候 罗伯特突然站起身抱住他 为丽莎争取逃跑的时间 丽莎忍着手掌的剧痛 总算是将弩箭拔了出来 可就在这时 印第安人抽出了腰间的尖刀 看见丈夫的惨死丽莎痛不欲生 决定输死一搏 冲上去扑倒印第安人 将箭矢插进了男人的脖子 危机终于解除 可丈夫已经奄奄一息 弥留之际希望丽莎将地图带回去 此时杜兰特也得知了 勘察队被袭击的事情 当他赶到营地 正有一名芝加哥日报的记者 对这里进行采访 记者连忙解释说自己并没有恶意 因为他心里非常清楚 没有哪个老板愿意看到 将工地死人的事情传出去 但杜兰特不同 他不是老板 而是资本家 为了扩大影响 他叫上伙计将尸体摆放在一起 为了让现场看起来更加悲惨 甚至拿起箭矢朝着尸体上不停地扎 看到周围人一样的目光 他还大言不惭地说 杜兰特这样做 只是想让政府看到他的付出 从而更快地获得政府的建设补贴 至于死多少人 他从来不放在心上 但罗伯特的死他很在意 因为他的身上带着勘测地图 找了半天也没有发现地图的踪影 只发现一块怀表 上面正是丽莎的照片 猜测地图也许就在女人的手上 与此同时 卡伦也遇到了麻烦 两名工地的安保找到他 说是领班约翰逊死了 有意提拔他 将他带进了安保室 刚进来就发现情况不对 言语间将他定为了第一嫌疑人 下场就是处以绞刑 可卡伦怎会坐以待毙 说完就要走 可没想到 刚德森早就听说 他是个狠人 做了充足的准备 接着就将他关进了车厢 打算第二天将其吊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算正的准备